感應器壞掉 沒有電池不見了 還記得紀念前一個夏天 你就這樣出現在我的世界 這曲也來牽著我 其實我離開泳人 然後海山沒有讀完 然後就回來台東了 然後因為那一陣子太墮落 沒有目標 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覺得自己很迷爛 就算教練不講什麼 我自己也會不好意思 可是我去年回去 雖然我已經受傷了 可是我覺得受傷後 反而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至少會讓教練覺得說 我並不是一直都這麼迷爛 然後我也有在成長 我想讓他看到好的人 那時候知道自己不會好 脾氣就很暴躁 常常跟我媽吵架這樣 然後我媽就叫我講 哭著 她就跟我說 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你才不會一天到晚對我生氣 我那時候就哭著跟她說 你們當初救我就是錯 可是後來 是因為我媽媽 就是她小狀況 為了要照顧我 她就不要注意了 因為這件事情 會讓我覺得 我怎麼都沒有發現到 然後我媽媽每天在我旁邊 她生病這件事情 對 然後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才26歲 我該不會 未來還是要讓我父母親 給我拔屎拔尿吧 後來想到有商業 介紹那個 脊髓損傷 潛能發展中心 他可以學習生活治理 然後我才自己去打電話報名 說我要去參加 我覺得 然後我想要改變我自己 因為我不想再讓我的家人 那麼辛苦 像我們如果開始去公園 看到人家打籃球 然後我就會一直坐在那邊 看人家打籃球 然後我就會跟我的 夥伴講說 這個一定會被我抽球 這個一定會被我把火鍋這樣 可是其實 就剩下嘴巴而已 呵呵 自己還是喜歡打籃球 可是因為沒有辦法 所以 只能用看 不過還是 喜歡玩投籃機 呵呵 對 超愛玩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白癡 台東發明什麼一分 大家都叫媽媽 我們是 能量天使 紅色的樣子 發明文 山 天使 和 不 都 很 一 天使 尊